阿未來 小 Närcia 開始開車囉 走轉轉囉 太長了 開車你要先把你的車子 開在,就是停在島上 然後再坐船去威尼斯 因為威尼斯裡面是沒有汽車 Right? Yes 哇 哇 嗨 大家好 我是军局老师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军局老师的欧洲购物之旅的开箱第二发 我现在人在意大利的维尼斯 这个地方是真的非常的浪漫 然后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的地方 然后我现在刚好在饭店里面 我就把我买的Maxmera来开箱穿给大家看 Maxmera这个牌子是意大利的牌子 所以在这个地方买Maxmera是非常的划算 在意大利是最便宜的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意大利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牌子 好 那我们就现在来开箱给大家看 我到底买了什么东西吧 第一件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件大鱼 它们家的大鱼就是非常的有名 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你要来欧洲买Maxmera的话 一定要买一件外套或是大衣 然后带回去 这样才有收获的感觉 我买这件外套是我很喜欢这种背心式的外套 然后它这个长版的地方呢 其实也让我的身型 大家有看到吗 非常的修饰 你可以绑起来 你也可以就是这样拿下来 然后呢也可以不要就是扣扣子 那穿起来就比较轻松的感觉 然后它这袖子的地方呢 你看可以就是卷起来 我觉得这设计蛮可爱 而且它这是纯羊毛的 我记得这价格是730块欧元 对 所以其实蛮划算的 而且这个鸵色也是非常经典的鸵色 而且对欧洲这种天气啊 那种忽冷忽热的天气 这蛮适合的 就是你需要一件外套 但是你又有时候热的时候 你就想要露个手出来 但是穿长袖呢 其实也是可以好 蛮好搭的 所以我这件就蛮适合我 那时候就挑了这件 退完所以大概600块欧元左右 这上下都是他们家的 这是它的T恤 我家的T恤就是 虽然就是价格没有 但是穿起来非常的舒服 这件是45块欧元 然后这件好像是100 160几块欧元 那到欧洲的时候啊 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穿着这种比较度假风的感觉 搭配我在威尼斯市区 买的手工的这种草帽 穿起来整个就非常随性 度假的感觉 有没有 而且很舒服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负担 俊俊呢 就是调纹控 那今年呢 也是非常流行这种高腰式的 不管是裤子还是裙子 都非常的流行 因为其实这种高腰的裤子啊 对于 你知道我这种腿肉的人呢 很适合 是因为你穿裙子 然后又高腰 整个腿的线条就会拉长 我自己觉得到了一个年纪以后 我本来那时候想说 要去挑几件衣服 因为我带衣服不够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去Zara好 但我后来想一想 都已经来欧洲 那为什么不去买Maximara 就他们的价格 其实也没有说非常非常的贵 但质感呢 就跟Zara比起来好很多 我的旅行呢 会继续的往下走 如果还有买更多东西的话 我会再开箱给大家 大家记得要收看哦 好 那我们就下一站见咯 拜拜 拜拜 这里呢 就是威尼斯 有一条巷子进去 它就是全部都是卖精品的 什么Chanel啊 Hermes 然后Prada Louis Vuitton 全部都在这里面 然后很小很小 但是就是店也是很小的 而且我觉得东西也不太多 然后我刚刚呢 去了爱马仕 问 有没有包包 Apparently就是 不是每一个观光区 都可以这么好拿包包 我觉得可能 这边也是蛮多欧洲人会来 来度假 所以可能也是有点 一些固定的熟客 所以你去 我刚刚想要去问 我刚刚想要去问Constant MiniConstant 他就说呀没有这个包包 但是我觉得 大家也是可以试试看啦 或是可以找到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感觉东西是蛮多的 然后 我还去了Chanel 然后我才发现 这一季Chanel 竟然没有出 Carviar的 mini Retangular的包包 就是 flat bag classic flat bag 就只有出lamb skin 所以要等到下一季 才可能可以买得到Carviar OK 好啦 在路了吗 好暈 这里好多鸽子 好可怕 来意大利呢 然后就是要吃什么 意大利面 这个是 意大利最大的免税店 EFS 内部蛮酷的 所以如果来威尼斯 可以来逛国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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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最好的 说 我们